非常一岸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尤兰达 欢迎来到非常云端 杀人小丑加西 一个具有双面人生的两面人 今天我们就是想讲一讲 他的扭曲人生是怎么形成的 加西的全名叫约翰·维恩·加西 1942年出生在一个芝加哥的五口之家 他的父亲是一战老兵 可能是战争后遗症吧 他酗酒 而且一喝醉就家暴 加西虽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也难逃挨打的乐运 在恶魔般的父亲眼里 加西就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 但是他父亲万万没想到 他胆小鬼的儿子 比他更具有恶魔般的人格 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恶魔的朋友很可能也是恶魔 加西九岁的时候 被父亲的一位朋友猥亵 在他的心里上留下了阴影 十一岁的时候 他被秋千撞到前额 撞得挺厉害的 当时就昏了过去 但是他的父亲却认为 他是假装昏迷 骗取同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 二十岁时 加西选择了离开他 感觉不到任何温暖的家 离开家后 加西很快就找到了工作 本来这应该是他人生 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殡仪馆的柴子 每天都要对着各式各样的尸体 这样的工作环境 依然和温暖毫无关系 这份工作令他对尸体不再惧怕 甚至习惯 后来他杀死三十多人 处理尸体时毫无心理障碍 想必与这份在殡仪馆的工作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青年时期的加西 一直没有放弃过学习 在殡仪馆工作了几个月后 他通过考试 积累到足够的学分 拿到了大学文凭 并开始从事一项新的工作 担任一家协业公司的推销员 这段时间 加西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他结婚了 婚后 他随妻子一起来到了爱德华州 他对岳父在那里经营肯德基连锁店 那么加西就顺理成章的 帮岳父打理起了肯德基的生意 你别说 加西还挺有商业能力的 在他的经营下 三家肯德基店成绩卓著 他当选青年商会副主席 虽然青年商会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 但一向瞧不上加西的父亲 居然认可了这个荣誉 这对加西可是一种鼓励 毕竟从小到大 他的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好脸色 表面看来 加西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成家立业得到父亲的认可 可是没有人知道 在加西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同时 他隐藏着从未被人发现过的另外一面 也开始慢慢呈现 他以聚会吸毒 召集嫖娼 和观看色情影片为由 引诱青少年 到他家的地下室 与他发生性关系 两名15、16岁的男孩报了警 向警方揭发了加西对他们的性侵犯 于是警方拒捕了加西 他隐藏着的第二份面孔被发现 1968年12月 26岁的加西被判刑10年 他的妻子也在同年提出了离婚 由于加西反社会人格的暴露 法院将子女抚养权和两人共同财产 全部判给了女方 加西近身处乎 在监狱里服刑的加西 倒是很懂得好汉不吃眼前馈的道理 他摇身一面 又成为一名喜欢研究烹饪技术 刻苦练习厨艺的大好青年 不久之后 就成为监狱里的厨师长 由于有过青年商会副主席的经历 他还加入了狱中的青年商会分会 他积极参与狱中大小事务 帮助狱友改善待遇 还担任狱中各项工程的监理工作 由于在监狱表现突出 加西被评为模范狱友 十年的刑期 他做了一年半的监狱 便得到了假释 顺利出狱 加西出狱后回到芝加哥 由于有了厨艺 他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厨师工作 如果他的反社会性格得到了压制 他完全可能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 但事实证明 加西这样的两面人 其邪恶的一面 即使隐藏起来 他也是暂时的 所处条件一旦续合 必然就并复发 1972年 加西遇到了他高中的初恋情人 正好对方也离婚了 于是他们旧情复然 结婚了 他的第二档婚姻从表面上看 生活步入正轨 一切非常的和谐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不过就是他想让别人看到的假象 他似乎并不想过什么 和谐且正常的婚姻生活 成婚后的加西通过母亲的资助 购得一处闲置土地 似乎有心进入地产界 他辞去了厨师工作 开始承包起装修工程 同时他积极现身公共事务 参与各种社会服务 还和政界建立起联系 取得了民主党的信任 成为其选区主席 加西曾在波兰宪法日游行 与卡特总统的夫人合影 还得到了他的亲笔签名 他还加入了当地的欢乐小丑俱乐部 为自己设计了独特的小丑形象 高敲小丑 在芝加哥的各种聚会游行 和筹款仪式上 为观众进行表演 加西利用各种机会 把他的正面形象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不过假象往往最容易被亲密的人发现 加西的双性恋问题 还是被他第二任妻子发现了 于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也没有维持多久 双方在1976年协议离婚 讲到这里 时间我们先回到1972年 这个时候的加西 表面上生活进入正轨 参与各项活动树立正面形象 其实他已经开始犯罪了 这一年 加西先后遇到两起性侵指控 受害人指控加西乔装成警察 将其骗入车内 强行与他们发生关系 还殴打受害人 但两次控告 最后都不了了之 第一起案件的受害人离其失踪了 按照正常逻辑 加西应该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但是我估计警方没有找到 加西杀人的证据 让加西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按照西方的法律观念 使一个无辜者蒙冤 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要大于一个罪犯逃脱惩罚 我认为这种观点 大多数的时候是对的 例如过失犯罪 或针对特定受害者激情犯罪 可能是这样的 但对于加西这样的罪犯 则不是如此 事实证明 如果不是第一次杀人犯罪 被警方放过 就不会有以后六年间的 三十多次杀人 第二个受害人 因向加西索要钱财 被犯罪经验丰富的加西拿到证据 反倒以敲诈勒索罪遭到控诉 使加西的性侵罪得以逃脱 此外 办案警方与法院缺乏沟通 办理加西假释的法官 并没有告知警方 他以前的犯罪记录 通报加西这一次案件的相关案情 更糟糕的是 从1972年到1978年的六年时间里 加西每年都杀害少年 居然一直没有引起警方的怀疑 他一直以一个模范青年的形象 以一个得到公众广泛喜爱的小丑形象 出现在世人面前 直到1978年12月 有一位15岁的药店雇员 罗伯特·皮斯特失踪了 由于有人看到 皮斯特失踪前与加西接触过 警方对他产生了怀疑 警方随即调查加西的经理 他之前的强奸少年的犯罪记录 浮出了水面 由于没有找到加西的犯罪证据 警方派警员严密监控加西 希望得到证据 加西发现了监视他的便衣警察 居然主动邀请这个警员入室做客 我估计加西可能自作聪明的以为 主动邀请警察入室 可能解除警方的怀疑 没想到的是 这个警察嗅觉非常灵敏 他闻到了腐蚀味 进而发现 警方一直寻觅未果的失踪人员 就在加西的地下室里 估计加西他经常以尸体为伴 已经闻不到石头闻了 证据确凿 加西随即被捕 他供认出从1972年起 被自己性侵和虐待杀害的少年 先后有近30人 他通常是驱车前往长途汽车站 以招工为借口 欺骗青少年上车 在周围没人的时候 也可能直接把少年强行带走 拉回家后 就先用麻醉剂 迷晕受害人 然后将其捆绑或吊起来 对受害人实施性侵害 最后把他们用直血带立死 根据加西的供述 警方分别在加西的住处 和附近的桥底下 找到了33具尸体 1980年3月 约翰·加西被控诉 33起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根据美国的法律 罪犯被判处死刑后 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期 加西等候了14年 才执行死刑 在此期间 他创作了大量 以他扮演的小丑形象为主的绘画作品 并进行拍卖 有人只是为了在公共场合 烧掉这些画作 以显示对加西的鄙视 才参加竞拍 加西入狱后又企图翻案 他改口声称 只对其中五宗命案有所了解 而其他的案件 是被自己的雇员陷害的 他甚至还开通热线 指责他人在自己家中抛尸 但是听完这段12分钟的录音 居然需要花费23.88美元 在最后执行死刑之前 加西对律师陈述 他的死并不能让死去的人复活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仍然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 而且在企图逃脱成法的同时 他还不忘赚钱 加西的人生是双面人生 他的外表上看来十分亲和 总给人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伪装 他表面阳光 内心黑暗 他随即选择杀害对象的犯罪 是对公众危害最大 最危险的反人类罪 当然像加西这么极端的两面人 毕竟是极少数 可是我们身边 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两个 表里不一样的人呢 想到这里 真心希望所有收听我频道的朋友 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朋友 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阳光里 都活在健康快乐的正能量氛围里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 比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生更重要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一定记得要订阅点赞转报